字幕提供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进入性别 其实性别跟我们上礼拜谈的家 是息息相关的 上礼拜上完课之后 很多同学在跟我讨论 因為跟大家息息相關的 就是當代的家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說到其實家是建立在一種 互為主體的關係 同學都很想要進一步了解 什麼叫做互為主體的關係 那在上禮拜的 SIPA 上面有一個 Sarlings 就是我的延伸閱讀 有放了兩篇Sarlings的文章 就是他用了很多很多相關的民族誌 在談什麼叫做互為主體的關係 所謂親屬是建立在同居共識 然後共同的經驗 共同的回憶 甚至共同受苦的經驗 他用了相當多的民族誌在談這一些 可是說真的民族誌都不好唸 然後我有分享一下我的太魯閣的民族誌 就是在激烈的社會變遷的過程 他們如何透過各種情緒的交換 分享轉化的過程讓家成為可能 如果大家都還覺得有一點抽象 其實我今天會談到一些當代的著作 可能跟大家更息息相關 就是當代的家 當代的情感 一些社會學家的討論 我覺得都還滿科普的 雖然是社會學家 背後有一些很大的關懷 可是其實那個文字 還有對於那個議題的切身性 我想對同學都很有直接的相關 所以等一下我也會介紹一些 比較當代的討論 那我們進入性別 我大概要先談的 內學談的性別 基本上談的是Gender 我們不是談Sex or Sexuality 就是Gender基本上關心的是 社會文化如何去形購性別的意向 還有Gender這個議題 我們透過性別的了解 甚至多元的認識 如何可能對於社會文化有不同的理解 或者是發展一些對於社會文化更立體 更多重的可能性 這是人類學的關心 就是我們談的是Gender 談的是社會文化的性別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討論 其實我今天要談的是 跟性別相關的幾組概念 就是不是只是生物性的男或女 而是跟性別相關的 公領域、私領域、文化、自然、社會、個人 這一些概念 因為我們認為你必須要先 從這一些概念的重新建構 然後或者是對於這些概念的 內涵跟關係的重新理解 才有可能在當代社會之下 發展出更多元的性別 然後只有在有更多元的性別的情況之下 其實人才有自由的可能性 而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觀點 然後透過所謂的生物性的性別 去界定人的位置 所以大概人類 我今天就是要談 跟性別的意向建構的相關的幾組概念 因為在西方的文化中一直認為說 就是從60年代結構主義開始去討論性別 就是認為說其實長期以來 可能西方的性別觀念 是跟幾組二元對立的概念相對應 就是所謂的男女相當於公領域、私領域 相當於文化、自然、相當於社會、個人 也就是男人就是活動在公領域 然後男人的意向是跟文化比較接近 而且男人是社會人都關心社會公義 可是相對而言在西方的觀念裡頭 女人就是被局處在私領域 然後女人是跟自然比較接近 甚至女人是比較為個人私意著想 結果結構主義基本上認為西方的 所謂的性別的不平等 是建立在背後的這一套觀念 就是把男女的二元對立 相當於公私的二元對立 相當於文化自然的二元對立 相當於社會個人的二元對立 而且在西方的觀念裡頭 公領域高於私領域 文化高於自然 社會高於個人 所以男人高於女人 這是結構主義的整個 就是結構主義基本上是從二元對立的架構 來談社會文化的一個形構的原則 然後人類學的性別研究 就是在結構這一套結構主義的 二元對立的概念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會去結構 什麼叫做公領域、私領域 什麼叫做文化自然 什麼叫做社會個人 就是每一個領域的範疇 在不同的文化中到底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而且領域跟領域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多元複雜 而不是二元對立的 人類學基本上希望從這一些知識上的反思 去談性別的可能性 就性別它不是透過生物性的特質 所建構出來的男女這樣子的一個二元對立 反而性別是一套連續體 就是每個人身上都有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每個人身上都多多少少一些公跟私的特質 多多少少有一些文化跟自然的特質 或者是更多你可以加更多各種不同的 跟性別相關的一些文化概念 就是透過這一些結構 我們認為其實性別是一個連續體 不是絕對的男人或女人 而是每個人身上都多多少少 具有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甚至其實如果透過我剛剛這一些概念的建構 其實公領域、私領域、文化、自然、社會 個人就是不同的向線 透過這個很不同的向線 很立體的向線 其實每一個人都在這一個立體的社會文化建構中 有一個他自己的位置 就是基本上性別在人類學的架構裡頭 是放在一個非常立體的架構裡頭 就是透過各種社會文化的面貌去建構你的性別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裡的性別絕對不是只是生物性的性別 所以我今天大概要反思的就是這樣的一組 就是透過人類學的民族誌所建構起來一個非常立體的向線 然後在這個立體的向線裡頭 其實性別可以有非常多元的一個界定方式 甚至每個人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對於自己的就是對於性別可以有多重的選擇 或重新重新界定的過程 就是必須要透過這種很多元的一個開放性的面貌來看性別 其實人類學當然關心的是人自由的可能性 因為二元對立的概念 其實壓抑的絕對不是只有女人 就是每次在課堂上面問同學 其實很多男性也都覺得受到很多性別刻板印象的壓抑 因為在二元對立的觀念之下 可能男人就不能哭 必須要非常陽剛 然後男人要搬綜藝 然後男人必須功成名就 甚至有一些社會所認定的什麼叫做功成名就的價值 其實這一些規範不只在束縛女人 也同樣在束縛男人 就是人類學基本上認為 其實男人跟女人共同分享一套 這個社會共有的人觀或者是價值 那人類學就是要從這個人觀跟價值的重新思考開始做起 因為我們認為只有從觀念的反思開始 其實就是人類學強調的是那一套觀念的反思 可以帶給我們主觀上面很不一樣的 對自我的認同 對於關係的認同 對於社會文化的可能性的一些想法 透過這一些主觀性的建構過程 其實主觀跟客觀之間會有辯證的可能性 因為就是你主觀上面 其實知識是一種力量 主觀觀念的改變是具有改變政治經濟秩序的可能性 現在甚至現在你看其實政治經濟的面向裡頭 情感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就是我大概先說明我今天的整個架構 其實是把性別放回社會文化的面向 我們去討論跟性別相關的幾組概念 在其他文化之間的在其他文化中的內涵 還有各種範疇之間多元的關係 然後透過這一些討論 我們希望把性別放在一個很立體的象限 去看人多元的就是各種多重認同的可能性 而不是只是一個二元對立的性別觀念 那我們認為其實每一個社會中的 不管男人跟女人其實都在共享同樣的一套 文化價值或者是人觀 那只有從這個文化價值跟人觀的一個多元思考之下 其實人才有自由的可能性 而不是被觀念所束縛 就是人類學認為束縛我們絕對不是只是政治經濟 而是一套背後我們都無意思的觀念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從這一些觀念的討論開始 然後透過很多文化的一個民族制 來讓我們看到人類社會其實有這麼多的可能性 那其實就是導論就是大概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人類學的整個研究一開始 是從政治經濟親屬宗教而來了解社會文化性質 可是發展到現在我們是重新在討論 政治經濟親屬宗教的範疇到底是什麼 甚至重新去界定這一些範疇的內涵 那同樣性別也是 我們要去重新去思考什麼叫做性別 就是到底每個文化如何透過很不一樣的觀念 來建構性別是什麼 更進一步我們要討論 透過這一些對於性別的多重的討論 其實我們對於社會文化可以有怎麼樣不同的思考方式 就社會文化其實是一個更立體的 然後每一個人在中間其實可以有他選擇跟重新詮釋的空間 那這裡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整個結構主義開始去建構所謂一套 就是關心所謂人類思維有一套 潛意識的二元對立的結構 然後這一套結構其實放在性別裡頭就是去討論 其實所謂兩性的不平等 是建立在這樣的對應這樣的架構之下 男人跟公領域文化社會相對應 女人跟私領域自然個人相對應 而且男人公領域文化社會被認為是優越於 女人私領域自然個人 就是我們潛意識的觀念裡頭的一套 二元對立的觀念 然後透過這個二元對立的觀念 男人被認為是高於女人 那80年代的人類學的性別研究 就是在結構這一套二元對立的概念 認為二元對立反映的是西方的偏見 所以我們會去討論那不同的文化如何決定 這一些範疇包括公領域私領域文化 自然社會個人的範疇是什麼 然後範疇跟範疇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這是人類學性別研究的第一步工作 甚至透過性別研究 其實我們在討論是性別如何作為一套關鍵的象徵 當地人如何透過性別意向建構社會文化秩序 這個是比較抽象就是政治經濟親屬宗教 可以在文化人類學裡頭作為一個分支 是因為它有它一些本質性的 不能說本質性 有一些它去結構這個社會的重要性 那性別如果要成為文化人類學的一個分支 它必定要有一些去結構社會文化的一些重要性跟能力 所以這次人類學談性別研究一個很重要的關懷 就是性別到底如何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對於性別的多元討論 來重新討論社會文化秩序是什麼 那我等一下其實一個一個講下去就會去談到 其實性別意向在人類學討論的性別 其實已經有非常知識論的開展 它不是只是在談男人跟女人的活動 而是在知識論上面認為性別意向 並不是一套事先存在客觀抽象的知識 而是在實踐過程中被理解 而且有轉化結構跟外來世界的可能性 就是性別意向 性別研究發展到現在 其實在知識論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些開展 那我等一下會以大洋洲的民族誌 跟非洲的民族誌來把這個論述講得更清楚 就在大洋洲的民族誌裡頭 其實物是有性別的 然後整個大洋洲的禮物交換是非常蓬勃發展 所以在禮物交換的過程中 人不斷在交換彼此的性別 因為物是有性別 而且是具有個人或氏族的特質 所以我們在做物的交換的時候 其實也在交換彼此的性別特質 透過交換的過程 其實人可以有 就是人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同時是實雄同體的存在 因為透過物的交換 其實人本身的性別特質是不斷的在活動過程中被重新界定的 就是大洋洲民族誌會去談的 然後非洲民族誌就是去談 不只是人或物有性別 甚至空間是有性別的 自然現象是有性別的 就包括與是有性別的 然後在當地社會會透過很多疑似的過程 重新去展演這一些性別特質 就是他們如果有天災人禍或者是收成不好的時候 他們就會舉行儀式 他們認為就是因為很多的性別的 性別的一些互補關係被干擾的被破壞 他們就會舉行儀式來確認性別的 各種性別的互補關係 然後在儀式裡頭就有很多種不同性別的組合方式 他們認為必須要透過性別的互補跟整合 才有可能去重新恢復一套宇宙秩序 這是我等一下那個大洋洲跟非洲民族誌會繼續談的 那因為今天要談的民族誌相當多 所以稍微快一點點 其實我從來沒有把這個PGT談完過 因為這一個PGT其實基本上是我的一篇文章 然後當時是我認為人類學的性別研究 已經發展到非常知識論 甚至本體論的一些討論 可是我們的 好就是我們對於性別 我們這個社會在討論著性別 真的還是在談男人跟女人的活動 那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 可是這篇文章據說不大好念 所以好像也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所以我今天的目標就是希望把這一篇文章 把它講得更清楚 然後我希望可以透過幾個民族誌 把這一些論述講得更清楚 因為同學也有問說我們的必讀文本 跟那個課堂上的講授的內容的關係 其實必讀文本大概就是提供同學在這個議題上面 非常廣泛性的了解 可是因為是導論的書 所以會談很多很多民族誌 可是沒有一個民族誌非常的深入 那我希望今天的討論就是我上課就是 把某一些民族誌 其實我通常是希望把一個兩個民族誌講清楚 那有時候今天應該會講到三四個民族誌 希望有時間 所以我其實是希望透過民族誌跟深入的討論 讓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豐富的社會文化的內涵 然後人在這過程中的各種的 你會面對各式各樣的衝突 可是也有一些選擇的可能性 那我接下來要先從公領域 這個範疇開始講起 恩格斯大家知道嗎 恩格斯跟馬克斯是哥倆好嗎 那馬克斯我們在經濟的第二個禮拜會再談 那恩格斯因為他的整個討論 其實跟性別比較有關係 所以他等於後來女性 是後來女性主義者非常大量應用的一個學者 他有一本書 《家庭私有自於國家的起源》 他探討私有財產制的建立 造成的單偶婚 也就是一夫一妻制 然後造成了公領域跟私領域的分化 然後在私有財產制確立之下 因為有一夫一妻制有私有財產 而且私有財產是男性所有的 所以女性被排除在公領域之外 而且女性的地位開始就 就好像用他的語彙 就是好像奴隸一樣 其實因為他沒有擁有財產 所以他其實只是在做很多無償的勞動 那恩格斯的這一個論點 應該大家不會很陌生 那我大概把他這一本書的非常複雜的 就是非常的很多面向的討論用一個圖表 其實他作為一個大師他不需要太實證 他用了很多很多可能要建立他這個論述相關的訊息 可是如果你仔細的閱讀 你當然會發覺這一些 他所建立的架構中間會有一些gap 有一些斷裂的地方 我先把他的架構講完 然後看你們有沒有覺得有怪怪的地方 你們就成功了 他的整個架構 因為馬克思跟恩格斯他們基本上 恩格斯是從私有財產開始談起 然後馬克思當然有一套生產關係的 社交繁榮的討論 生產模式 model production 的討論 我們經濟的第二個禮拜會談 恩格斯他基本上是一個很演化論的觀點 他認為人類的文化氛圍 從萌昧野蠻到文明的時期 他怎麼樣做這個分類 他是從所謂的技術的發展 就是從生產的方式開始談 他認為在萌昧時期 生產的方式比較重要的就是開始有弓箭的製造 可是到了野蠻時期 有很重要的一些生產方式的改變 一個就是開始 初期 野蠻時期的初期開始會製作陶器 開始會尋養家畜等等 他認為一個最重要的人類技術上面的改變 是開始有鐵器的出現 然後因為有鐵器的出現 人開始用鐵來製作梨 那他產生的結果是什麼呢 人開始用鐵器來製作梨之後 就開始是一個人大幅前進開始去控制自然的開始 因為你可以用鐵製的梨來開發生靈 所以讓人可以種植的面積開始大量的增加 然後因為種植的面積的增加就開始有剩餘 然後有剩餘之後就開始有失有財產 他認為在這個情況之下 才開始形成一夫一妻制 好等一下我們可以先談說為什麼鐵字的 同學可能會對鐵字的梨為什麼做得重要會有興趣 那我今天重點會放在他談的婚姻型態這個部分 他認為整個生產手段的進步過程中 也帶動了所謂婚姻型態的改變 他認為人類最早是紮婚 就是與女人為中心 與女人跟小孩為中心 女人生下小孩之後 其實根本不知道父親之是誰 所以最早最早的社會 他認為是與女人為中心 然後女人跟他的小孩就成為這個社會 同時兼具公領域跟施領域 具有公領域跟施領域的重要性 可是接下來他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就是從雜婚開始進入 從自然進入到文化有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叫做群婚 群婚基本上就是一群男人跟一群女人的結婚 他是從 好 從我們第一個禮拜開始在談那個親屬稱謂 我就提醒同學們 大師們可以從親屬稱謂裡頭開展出 我們沒有想到的方向 他就是一個 他從夏威夷的親屬稱謂開始去討論群婚 就是在我們的親屬稱謂裡頭 如果你們回去再看有所謂夏威夷式的 還有伊洛克式的 在夏威夷式的親屬稱謂裡頭是 兄弟姐妹的小孩子都稱這一群兄弟姐妹為爸爸或媽媽 然後在伊洛克的親屬稱謂裡頭是 兄弟的小孩子稱兄弟為父親 姐妹的小孩子稱姐妹為父親 不管是哪一種他認為就是親屬稱謂 就是代表過去的婚姻的型態 是一群男人跟一群女人的結婚 就那個時候並不是一個父親 一對父母一個小孩 而是有一群的男人他們共同擁有小孩 共同照顧小孩 然後這一群小孩就稱這一群男人或一群女人 為父親或母親 好這是他很厲害的地方從親屬稱謂 可以推斷出所謂早期的群婚的 就是人類早期是群婚的模式 那這個當然也是他一直很受質疑的 因為親屬稱謂跟實際的婚姻型態 中間是有距離的很難 直接從親屬稱謂來推論婚姻型態 可是無所謂 所謂大事他就是透過他想要的資料建構起一套 其實最重要是他要建構的是 他透過早期雜婚到群婚 然後中間當然有一些過度的階段 就開始有一些限制 對於婚姻的限制 可是最重要的是他認為在人類社會裡頭 最大的改變就是剛剛談的 因為有鐵製的梨 所以人開始去開發大量的自然領域 開始有剩餘 然後有剩餘之後就有私有財產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一個很重要的論述 他說有私有財產之後 因為生產工具鐵製的梨是由男人所製作跟持有 生產工具是屬於男人 所以剩餘跟財產也是由男人所擁有 那接下來他認為他一個很重要的論述 他說當男人擁有私有財產之後 他要把這個私有財產傳給跟他具有血緣關係的子孫 他認為這是人性當你有財產之後 你就要傳遞給跟你有血緣關係的人 因為在這樣子的動力之下 男人確立起一夫一妻子 因為他要確保他的老婆所生的小孩 就是他有血緣關係的小孩 而不是別人的小孩 這個論述你不覺得OK嗎 好如果有問題 這裡當然很多人覺得怪怪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把財產傳給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 然後為什麼 就是為了要確認小孩是跟自己有血緣關係 就確立起一夫一妻子 這個你們可以在討論課的時候提出討論 可是他很重要的一個論述 他認為因為有鐵字的禮 然後有剩餘有私有財產 私有財產是男性所擁有 男性要把私有財產傳遞給跟他有血緣關係的人 所以確立起一夫一妻子 他這裡頭所有的面向我們都可以 我剛剛有談到說他所有的推論中間 你都可以提出很多不妥的地方 可是真的無水於他大師的地位 包括為什麼 那個親屬稱為就可以推論出群婚 然後包括為什麼 為什麼鐵字的禮之後 那個私有財產是男性所有 甚至有的私有財產之後 為什麼男性就要確立起一夫一妻 中間有很多gap 你們都可以去討論 可是真的無水於他大師的地位 因為他接下來要談的就是 在一夫一妻子之下 因為女人他沒有辦法擁有私有財產 所以女人所做的工作就是無償勞動 不管是家務的工作或者是生產的工作 所以女人就好像奴隸一樣的工作 然後他認為這個制度本身是矛盾 是有很多內在的矛盾 為什麼呢 他認為說一個男人不可能對於 好像奴隸一般的女人會產生感情 因為他的老婆可能就是一個生產工具 所以男人愛情的對象經常是在婚姻之外 他認為這是這一套制度的一個緊張 就是內在的緊張 你當然也可以質疑 可是他基本上就舉了很多例子 譬如說英國的原作武士 他說為什麼原作武士後來就消失 原作武士是英國民主政治的一個原型 可是為什麼後來消失呢 他就說因為原作武士都愛上別人的老婆 所以整個制度就開始 這個是他很 他當然有一些非常奇怪的 就是我們覺得中間有商榷的可能性 可是基本上他的論述是認為說 在一夫一妻制之下 女人做的是五常勞動 然後女人跟小孩因為沒有擁有十有財產 所以就好像奴隸一樣的工作 然後這個制度本身是有內在矛盾 因為男人的感情的對象經常就是婚姻之外的人 那這個都是可以討論的 可是接下來他要論述的就是 如果女人要得到解放 或者是這個制度要能夠繼續運作下去 他的基本論述是 那女人一定要離開私領域走向公領域 就是女人要開始走向公領域 然後甚至他要打破的是那個私有財產制 就是他們所謂的共產主義 或者是我們講馬恩 他們之下就會談所謂的共有財產制 他認為要打破一夫一妻制 然後要打破公領域私領域的二分 然後女人要走向公領域 就女人不應該只是在私領域之下 去提供他的五常勞動 然後這一個論述其實當然受 就是後來的女性主義者有很多很多的發揮 那人類學基本上很肯定女性主義者所做的貢獻 就是女性主義者他們去談所謂的女性要 要得到政治經濟上面的一個權利 或者是女性要受到教育的保障 或者是女性在家務領域中要有所謂的家務有幾支 這個其實都有很大的貢獻 要不然我可能也不能在這裡講課 可是絕對不只是這樣 其實人類學認為到了今天我們其實要重新去思考 公領域跟私領域的範疇是什麼 或者是難道所有的人都要 就是我們要再複製一套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之下 那一個在公領域之間 就是公領域裡頭所強調的競爭關係 然後所強調的不斷積累的過程嗎 這是人類學基本的反思就是我們不認為 就是我們認為女性主義者之前的很多努力 都是非常讓人欽佩的 可是我們走到現在其實我們要反思的反而是 當代我們認為公領域的這一套意識形態 就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強調人跟人之間的競爭 或者是財產不斷積累的這一套意識形態 是不是需要有反思的可能性 這是我等一下要談的 可是其實恩格斯這一本書它不只談家 它不只談家庭制度 它要談的是階級的形成 然後國家的出現 然後階級就是開始有私有財產之後 就開始有利益的分配 有階級的分化跟衝突 那國家的出現一開始是要解決所謂階級的衝突 可是接下來國家會變成某一個階級去合法化它 合法化它的財產權或合法化不平等關係的一個工具 這是它的論述 所以它接下來其實我們到經濟的第二個禮拜 會談整個馬克思主義的架構 就是談說其實國家這一套上層結構如何合法化不平等的關係 不過後面的階級跟國家的部分就不是我要談 我今天就放在所謂的家庭的這個部分 那人類學就從80年代開始去反思所謂公領域跟私領域的內涵 還有公領域跟私領域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那這裡主要有三種研究途徑 第一個研究途徑它還是認為有所謂公領域跟私領域 可是它的內涵跟關係是跟我們當代不一樣的 然後在這個研究途徑之下有幾個相關的研究 第一個研究就是去談說即使女人在私領域 其實女人也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耳邊枕枕枕細語 就在家庭裡頭女人也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影響她的先生 影響她的小孩 所以女人透過在家戶領域的影響 其實是可以滲透到公領域政治經濟的領域 這個你們應該看很多韓劇就會有感 韓劇或者是所謂的那個什麼宮廷劇 你們就想一想你們成長過程裡頭 其實所謂的就是女人在家裡的權利 有可能也會影響到男人的很多的決策 這應該大家都很有感受 好這個是一個情況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是 其實有可能那個公領域跟私領域 是共享同樣的價值 譬如說在非洲的這個部落 他們認為公領域跟私領域關心的都是人類的繁衍 所以即使女人是在家裡照顧小孩 她也可以因為她在家裡的成功 而得到整個社會很高的尊敬 就是她在政治經濟領域也可以具有影響力 然後男人同樣可以因為她在公領域 她可以照顧更多氏族或部落的成員 她也可以在家庭的領域得到尊敬 所以就是這一個研究基本上是認為公領域跟私領域 還是共享共同的價值 而不是完全截然二分的領域 那像我們上禮拜當然有提到說 有一些社會其實家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家本身它同時就具有公領域跟私領域的特質 譬如說我們談一般 其實那個長屋本身就是部落 它是一個疑似的團體 然後裡頭又分很多個別的家戶 第一個就是公領域私領域這個脈絡之下 第一個研究途徑基本上是重新去看 雖然有公領域跟私領域 可是公領域跟私領域的內涵跟結合的方式 是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二元對立是不一樣的 然後第二個研究途徑是認為說 並沒有本質性的領域 所有的領域都是人在互動的過程去形塑出來的 這所謂的領域是個人有目的的行動 累積塑造而成的 所以家庭不是由文化規則所決定 不是靜態或一致的 而是由活生生的人們一連串的互動所構成 這是第二個研究途徑強調人的活動去形塑領域的重要性 可是這兩個研究的途徑其實都有他們的缺點 就是第一個研究途徑忽略了社會變遷的可能性 就是人到底如何具有改變社會結構的可能性 第二個研究途徑強調那個人的互動反而忽略 其實我們都受到文化所塑膜 所以我們的活動也不是我們所想像中那麼充滿可能性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文化觀念社會結構在塑膜我們 第三個研究途徑比較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途徑 是把公領域跟私領域放回歷史的脈絡 然後透過整個歷史脈絡的反思 可以重新去思考我們當代所認為的 就是我們觀念中所認為的公領域屬於政治經濟領域 私領域屬於家庭或者是情感領域 這樣的一個惡分是如何在歷史脈絡中被確立下來 可是這個確立它造成很多的一個 很根本的問題 所以講完這個我就是放一些當代的社會學者的研究 重新來看情感的重要性 或者是重新去思考 如何去打破公私領域的二分的重要性 在這一個放回歷史脈絡中來看公領域跟私領域 第一個一定最重要的是所謂結構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是把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放在所謂前資本主義社會 這個我們也是經濟第二個禮拜會談 那我這裡大概先簡單介紹 兩個人叫特黑跟美亞蘇 他們做的都是非洲的研究 他們基本上是談說 其實在前資本主義社會 女性也扮演在各個領域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像特黑他認為說在前資本主義社會 整個社會的生產單位包括家庭氏族跟部落 那是家庭氏族跟部落負責不同的性質的生產 女性在這幾個領域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們認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裡頭 女性在生產活動不管是哪個領域的生產活動 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後更具有影響力的是馬亞蘇 他認為說在前資本主義社會 在跟資本主義接觸的過程中 原有的那個家戶生產方式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甚至是讓資本主義得以進入當地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性的機制 怎麼講呢 所謂家戶生產方式就是 所謂的父母小孩 當然這個家是可以有範圍 基本上父母小孩子他們在這一個家庭的領域裡頭 去從事自己自主的生產 可是在資本主義進入之後 開始年輕的男子就要到外面去工作 因為開始在都市有一些工作的機會 就是可能有一些資本家開設的工廠 那年輕的男子開始到外面到都市去工作 他們可以拿非常非常低的薪資 就資本家他可以獲利的第一個方式 他一定是降低工資增加工資 所以在一開始資本家到了非洲社會 他開設的工廠他給男性非常低的工資 可是為什麼這一些男性願意接受那麼低的工資 是因為在他們的家裡有他的老婆他的小孩 甚至他的長輩在從事自己自主的生產 就是所謂生技作物的生產 生技作物就是讓人可以吃得飽的 那因為他的論述是說 因為家戶生產方式 有女人跟小孩 甚至老人在從事自己自主的糧食生產 所以讓男性可以有很大的動力跟彈性 可以到外面去尋找工作 甚至可以接受比較低的工資 是因為背後有所謂的 加戶生產方式的支持 所以他基本上在談說今天資本主義 得以在這一些第三世界的社會得以成功 是因為原有的那個生產方式 其實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甚至即使男人他萬一失去工作 被遣散或整個大的環境不好 男人就必須要回到家裡 也整個社會也沒有 或者是資本家 並不需要負擔任何的遣散費 社會福利 因為反正家裡就是有他的老婆跟小孩 一直在從事這些糧食作物的生產 所以他基本上認為 其實整個馬克思主義 會談的是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跟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 到底是如何結合的 然後在這結合的過程中 所謂文化跟經濟之間的 那個辯證的可能 辯證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必須要透過這個討論 我們才會進一步去討論 那到底文化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這個我們在經濟第二個禮拜再談 好這個第三個 就是公司領域這一個架構之下的 第三個研究途徑 就是把公司領域的分析 放回歷史脈絡 然後在這裡頭最重要是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認為 其實前資本主義跟資本主義結合的過程中 原有的加戶生產方式 扮演得非常重要 可以讓資本主義得以繼續發展的 很重要的一個轉介的角色 到這裡OK嗎 好 其實我常用這個例子在談 其實整個原住民社會面對的情境也是這個樣 就是原住民社會負擔了很多台灣的社會成本 就當台灣經濟發展的時候 原住民的年輕人都到外面去工作 可是當經濟不好的時候他們都回到部落 穿得暖 在部落不會有20的人 所以其實部落是會負擔了很多台灣的社會成本 所以我常常透過這個例子來讓同學思考 其實原住民社會在台灣社會裡頭 其實承擔了很多台灣轉型過程中的很多的 就是我們看不到的社會成本 這裡OK嗎 那接下來講完這一頁之後 可以開始講一些比較當代的有趣的研究 這個是比較理論上的討論 理論上討論一定還是要跟當代的議題結合 我剛剛談到馬克思主義是把公私領域的這樣的 就是我們當代所認為的公私領域放回歷史脈絡 然後所謂理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 就進一步去談說當現代國家開始發展的時候 就為了國家 為了要確立起他統治的合法性 他必須把社會中所有剩餘沒有人管的 所有的資本或者是所有的價值 收歸為國家所支配控制 那他要確立起什麼是沒有人管 他就先把有人管的那一塊先切出去 就是把家先切出來 就是他先確立起這一個家的獨立自主性 然後每一個家可以支配的土地跟資源或金錢是有限的 那其他家沒有辦法管的就歸於國家所管 這是現代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 他必須要徵用社會的剩餘資本 所以他確立起所謂的當代我們所熟知的家 然後這個家之外的所有資源都是由國家所擁有 國家所支配跟控制的 這是現代國家的揭秘 其實Giddens有一本書專門在台灣國家作為一個象徵暴力的過程 所以我等一下會談到Giddens後來的 Giddens你知道嗎 他是一個社會學者 可是他在英國工黨領袖 Tony Blair執政的時候 他是Tony Blair的國師 剛好就是我在英國唸書的時候 所以我會看到一個社會學者 他因為對於當代的國家 有這樣子非常critical的思考 所以他對於整個社會福利 整個英國工黨就是1997到2007年 工黨Tony Blair在執政的時候 他產生的 他因為有一個一些非常知識論的思考 所以他有一些政策方向 把英國從非常經濟低迷的情況之下開始復甦 這個我等一下再談 就他們反省的是 其實現代國家為了要徵用剩餘的資本 開始確立起所謂的我們現在觀念中的 所謂的小家庭 然後小家庭就是所謂的私領域 然後這一個私領域之外的 所有的剩餘的財產 就是由國家所負責去控制或者是支配 甚至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 更確立起所謂政治經濟領域 作為公領域 因為資本主義之下 其實經濟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 經濟它有一套自我運作的邏輯 甚至到了當代就是錢產生更多的錢 所以不只是現代國家要徵用剩餘的資本 就是家資外的剩餘資本 而且資本主義必須要確立起所謂政治經濟 是一個可以獨立運作的領域 甚至是可以超越家的存在 就是在現代國家跟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之下 我們當代觀念中所謂的公領域跟私領域 被確立下來 就是公領域就是所謂政治經濟的領域 甚至是由男人所負責控制的 然後私領域就是我們個人的親密關係的情感的領域 然後是由女人在 就是女人扮演主要的角色 就是所謂馬克思主義者 其實是從這個歷史脈絡裡頭去反思 我們當代習以為常的公領域跟私領域 是這樣確立下來的 我把下面的那一章講完 然後下一堂課我就開始講文化跟自然 到這裡OK嗎 他們其實是放回一個歷史的脈絡 可是你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公領域跟私領域的區分 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我剛才在談我從Giddens 我這裡放的幾本書都是提供你們可以去 去寫下加分報 因為都是我覺得是背後有社會學者的關懷 可是又很科普其實還滿好唸的書 第一本是Giddens 親密關係的轉換 然後Giddens 他跟貝殼跟 Bowman 他們就是一群人 他們在寫所謂的第二現代性 或者是反思的現代性 他們認為第一現代性就是資本主義發展之下 那個強調理性的人可以控制自然那個現代性 就是理性的科技的發展 然後所造成的資本的累積這樣的現代性 可是他們這三個人 他們兩個是英國人 應該貝克是德國人 然後 Bowman Giddens 是英國人 然後 Bowman 他是波蘭裔的英國人 在英國社會裡頭 其實即使當時其實就是90年代之後 開始有後現代 然後在美國社會可能有很大的影響力 可是在英國社會一直不認為後現代是一個主流 就是在這一些以英國人為主的學術社群裡頭 甚至我在人類學的領域也是 我等一下會提到我的老師 Mary Sorsen 他也經常被認為是一個後現代者 可是他不斷地要強調他不是後現代主義者 因為 好我先回到這三個人的討論 他們認為後現代是對於第一現代性的反思 因為很多的現代的發展造成人性的僵化 所以你必須要透過 就是後現代其實要彈更多元的聲音 彈那個由下而上 其實都是對於現代性的一些反思 可是這三個英國的學者認為 後現代雖然提供了一些反思 可是他們還是關心社會秩序的可能性 所以他們提出了所謂第二現代性 就是所謂反思性的現代性 那Giddens的這一本書 他基本上親密關係的轉換 他基本上在談 這本書很有趣 他談各式各樣的關係 他談所謂的激情愛、浪漫愛 還有所謂依賴的關係 還有所謂的親密關係或純粹關係 那他基本上認為 親密關係或純粹關係是 雙方作為具有反思性的主體 你因為有反思的能力 你們可以主動的去建立關係 而且可以在你們關係 遇到任何問題的時候 主動的去溝通協商 而且去負擔這個溝通協商之後的成果 就是人作為一個具有智行跟反思能力的人 他有主動去發展關係 去建立協商的可能 然後甚至去承擔所有的結果 這他談的各種就是親密關係轉換裡頭的 所謂的純粹關係 那他當然就跟很多其他的 不同類型的關係做比較 其實你們可以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所以他的文字其實還滿理性的 可是我覺得是一個架構的分析 那當然你們也會認為所有的關係 都不可能是這麼絕對的 區分的這麼清楚的 那相對於他的理性的語言 其實Bowman意態之愛就有比較多感性的語言 他就去談各種關係 從各種內心的糾結 情緒的轉換 也很提供大家去 就是很可以有一些相應的感受 然後Beck他的愛情的正常性混亂 他其實也是一個對於當代社會的反思 就是我剛剛談到當代社會 我們好像有公領域跟私領域 可是這樣的區分到底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呢 他基本上認為其實在啟蒙運動 還有資本主義發展之下 人作為理性的人宗教退位了 然後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下 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因為人就是一個生產的單位 這個我們也會在經濟第二個禮拜再談 他說其實在啟蒙運動跟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下 宗教退位然後人作為獨立的個體 每個人都要獨自去面對內在的孤寂 因為已經沒有一個神可以依靠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人為了要 彌補他內在的孤寂 他要很主動的去建立關係 而且透過愛情來肯定自我的存在 所以就有很多對於浪漫愛的討論 可是他說其實這一種透過愛情來肯定自我的存在 好像是我們當代的追求 甚至好像當代的宗教一樣 因為有愛情所以我得以永垂不朽 可是這個是神話 他基本上認為愛情本身就有一些內在的矛盾 愛情關係本身就有它的不確定性 因為如果愛的那個發生的當下就是一種悸動 其實他的發生跟他的離開都不是理性可以了解的 甚至這個過程你還要面對 因為我們當代的情境 每個人的生活是非常的流動性 包括你的工作的改變 包括你接觸網路 其實每個人所可能建立的那一個流動性的關係 又比以前更多 所以當代不只是 就是你當代面對的不只是那個愛情本身 他本來就不可能是穩定的 他要透過很多溝通協商 彼此去確立彼此的關係 可是終於還是有背叛的可能對不對 可是他要告訴我們 我覺得其實了解這個分析有趣的地方是 他其實避免我們一股腦兒就投入在 所謂現代性的宗教 然後一股腦兒就失去的自我 他們反而認為其實在建立關係的過程中 人如何作為一個反思性的我 作為一個主體的我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的愛情的正常性混亂 我為什麼要特別講 是因為我現在常常帶學生都會看到學生 就是只要很久沒看到學生 可能就是感情的問題 感情的問題真的是當代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然後我認為知識其實可以提供你一些 重新看待置身跟看待關係的一些可能性 有時候感情出問題真的不是雙方的問題 其實就是你要放回很多 比如說愛情的本質或是人的生命 本來就是一個不斷流動的過程來理解 就是我推薦同學如果要對於當代的互為主體性是什麼 甚至當代的家是什麼 可以看下面的小說跟日劇 《樹屋》第八日的禪都是小說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 好 其實我女兒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念書 我女兒就是那種非常大量閱讀 然後亂七八號書念很多的 然後她那個時候念書屋的時候 她的心得就是 她認為所謂的家就是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 可是還是可以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還滿推薦大家去看的 然後第八日的禪跟這個日劇媽的 其實都是在討論母職到底是什麼 我就不要劇透就留給你們去看好嗎 就是母職從來就不是天生 她是可以透過一些互動的過程去行訴 甚至中間其實人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一些 你過去可能受到傷害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也找到一些救贖 或者是原諒他人的能力 好 那這裡我先 我其實還要回到Giddens 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在 我們剛剛是談到說 其實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公領域 私領域這樣子的惡分 其實造成了一些很根本的問題 就是其實譬如說 其實當在關係裡頭很重要的情感的面向 其實沒有被好好的討論 所以你看這三個社會學者 都在討論愛情是什麼 那我等一下再回來談那個Giddens 其實在我唸書的時候 他因為透過一個 剛剛我談的那一個對於國家的反省 其實他在當Tony Blair的國師的時候 他就有一些不大一樣的政策 好 就讓你們先消化一下 那我剛剛其實談到這幾本書 是我覺得跟你們其實 當代的情境 然後當代所面臨的 譬如說關係的可能性 或者是家是什麼這些議題 其實是息息相關 所以很推薦同學就寫你們的加分報告 因為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我剛剛提到Giddens 其實他有一本著作 他就是在反省國家是一個象徵暴力 去徵用所有社會剩餘資產支援的過程 那因為他對於國家有這樣子的反省 所以他在1997、2007年擔任Tony Blair的國師的時候 剛好我在英國然後我去上他的課 他一個禮拜只要上一個小時 然後他就講很多他的政策的規劃 因為他對於國家的反省 所以他基本上他對Tony Blair的建言 當然他有很多的勞工政策 經濟或者是貿易政策 可是跟我們這裡有關的就是 他對於Tony Blair的建言就是 其實國家不應該把所有的資源收歸國有 國家必須要把很多資源下放給 所謂的就是一般的民眾 因為我在我剛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英國歷經 我們到英國一開始是受到凱恩斯影響的 一個社會福利國家 然後後來受到 在1980年代受到保守黨 柴契爾夫人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所以我到英國 2000年就是我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英國貧富差距很大的時候 就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一些規範 我們也是下下禮拜在談 然後在我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我很驚訝的看到在很多的火車站 都有所謂的homeless 而且都是非常年輕的無家可歸者 因為英國人認為小孩子成長到一定階段 比如說college畢業就應該要自己自足 家裡就不會再供養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剛到英國就很訝異的看到 我以為很富裕的國家 他們竟然在火車站 很多很多年輕的無家可歸者 然後那個時候又很冷 所以如果天氣一冷 你隔天報紙就看到又凍死了幾個人 我那時候非常訝異的看到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Giddens 針對這樣的現象 給Tony Blair一個建言是 雖然國家 英國作為一個社會福利國家 他做了很多社會福利的政策 甚至建了很多的shelter 就是避難所 可是這一些homeless 這些年輕人就是不願意進去避難所 為什麼 因為國家所建立的避難所 其實它只是一個收容的地方 它是一個沒有感情的地方 那Giddens基本上認為人需要有情感的關係 需要有工作來實踐自我這樣的一個需要 然後他也因為對於整個國家的反應性 所以他認為國家不應該在 主導所有的社會福利政策 反而應該鼓勵民間 鼓勵一般人去建立關係 然後去發展各種可能性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課堂上面就會分享說 他的對於政策的建言 包括所謂的社區營造 就是台灣在做的社區營造 其實他們就鼓勵地方的人 自己去刑塑他們自己的社區 甚至去刑塑所謂的家 譬如說單親媽媽們 其實英國有很多單親媽媽 不見得是 就是有一件事不想結婚 結果他也鼓勵單親媽媽們 可以形成一個家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社會單位 都可以獲得國家的補助 所以他在課堂上面就分享 其實他的整個觀念是 國家必須把資源下放給一般人 由一般人來形成關係 來刑塑他們之間所想要 他們想要實踐自我 那個方式到底是什麼 然後國家只要給予補助 然後因為他這樣的反思 其實他大力的 解審國家的社會福利的支出 所以Tony Boyle 也被當地人批評 他就是一個 他們自稱中間偏左 可是有些人認為 他就是跟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 可是我要談的是說 其實我到英國的時候 因為面對整個英國的 就是英國的貧富差距問題 其實Tony Boyle 他因為 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式 他去鼓勵由下而上去建立關係的可能性 其實反而幫英國節省了很多社會福利支出 然後後來英國其實經濟就開始 就是Tony Boyle 在上台的晚期 英國經濟就開始好轉了 我都分享到這個 我一直覺得姿勢是力量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小看自己 那這裡我真的就不劇透 雖然這個Mother的日劇有人看過嗎 我應該是好幾年 最少六七年前 因為我最近幾年完全沒有時間看日劇 然後他當然也是在問母職到底是什麼 我是從頭哭到尾的 然後後來的這個第八日的禪 後來也改編為Mother的日劇 其實你們如果要看日劇的話 現在很多日劇其實都在討論家是什麼 其實你們都可以做你們的加分報告 其實我們剛剛談說 其實整個人類學的思考 是把公私領域放回歷史脈絡 然後這一對夫妻叫Karmaroff 我用很簡單的方式談他們在談的 他們其實也是去反省 公領域 私領域 就是他們做的是南非區地社會的研究 區地社會是一個王國 然後他基本上在透過這個區地的研究 在問說其實當地社會的公領域跟私領域 是不同於資本主義之下的政治經濟領域 跟家庭情感親屬關係這樣的二分 然後他區地研究他基本上認為當地的公領域跟私領域 是相當於所謂父系跟母系 父系代表人跟人之間的競爭關係 然後母系代表人跟人之間的父母關係 所以他不只是親屬的關係 他其實表達了不同的價值 然後有趣的是當地因為是交表婚 交表婚就是一個人會跟他姑姑的小孩結婚 或者是跟他阿姨的小孩結婚 透過這樣的婚姻制度 其實所有的親屬都可以從不同的追溯方式去 他每一個親屬其實都可能是父系或母系的親屬 然後每一個人可以在不同情境之下去強調 他跟這個親屬之間是父系的連帶或母系的連帶 來確立他們之間要的 在那個情境之下要的是競爭的關係 或者是互補的關係 Kamorov 他們夫妻就是美國人類學大師 其實他們裡頭談很多那個結構的動態性 不過如果放到今天的脈絡 我大概就是簡單告訴你們說 其實他們對於公領域、私領域 會有不同於西方的界定方式 而且因為這個社會本來就有幾套結構原則 可以提供人在每一個實踐的當下 去做不同的選擇、不同的操弄 所以人其實是具有改變的 改變那個關係的可能性 因為你可以強調甚至操弄不同的關係 然後他也談到說其實區地社會 在面對資本主義跟國家進入之後 產生很根本的改變就是 過去其實他們強調的是父系或母系的連帶 可是國家的自理進來 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進來之後 家戶的獨立性開始被強調 然後家戶其實過去的男女關係 家戶裡頭的男女關係是一種互補的關係 就是男人跟女人各自負責不同的生產活動 女人負責農跟男人負責漁木 可是在資本主義跟國家進來之後 家戶的獨立性被強調 甚至跟原來父系母系的關係 開始那個連帶開始斷裂了 然後甚至家戶裡頭的男女關係的衝突性被突顯出來 因為過去本來男女就是各安其職 然後女人負責農跟男人負責漁木 可是當資本主義進來也是鐵字的梨進來之後 男人因為擁有鐵字的梨 所以他也插手農耕的事情 所以就造成男女關係的緊張 所以他談說其實整個資本主義進來之後 所造成的很多的緊張關係 甚至其實男女都成為整個資本主義之下的弱勢者 開始被資本主義剝削 好這個我先講到這個地方 其實整個這一些例子都是在重新思考 我們當代的工領域跟私領域 或政治經濟領域跟情感領域 這樣子的二分所可能帶來的問題 其實情感他不應該只是私領域 甚至我認為 我一直認為在當代我們最需要的教育 就是情感教育 因為包括你可以看到在政治的場合 其實那個情感的重要性有多麼的重要 然後尤其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其實我認為其實怎麼樣去表達 怎麼樣去了解自己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怎麼樣去了解然後去表達甚至去溝通 其實都是當代很重要 可是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 其實沒有太鼓勵這一方面的教育 就是要了解自己都要 了解自己各種的起心動念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工作 就是我基本上講到這裡 其實是要談說 其實這樣的二分 讓我們沒有辦法看到情感的重要性 可是情擋是當代每一個人 作為孤立的個人 去形塑關係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 所以情感的教育很重要 然後多元價值的教育非常重要 然後這都是人類學很關心的 文化跟自然 這裡其實就是人類學從70年代 80年代就開始對於結構主義的反思 其實在70年代研究就開始去談說 為什麼在西方社會 就是男人被認為是高於女人 然後這個是奧騰的一個討論 是因為西方的觀念裡頭 認為女人是比較接近自然 然後在西方的觀念裡頭 文化是高於自然 所以男人高於女人 他說在西方的觀念裡頭 女人因為她的生理的特質 因為女人有月經 女人要懷孕 然後因為她要育兒的過程 她就比較在失領域 甚至女人就被認為是比較 情感的比較強調 個人領域的 就是女人 這一些在生理 社會層面跟心理的層面 好像都比較接近自然 所以她認為就是在 Houlton這個1974的論文裡頭 她其實是認為說 其實男女的不平等 不是只是政治經濟的不平等 而是背後這個觀念 女人被認為比較偏向自然 然後男人就是比較偏向社會 然後文化高於自然 所以男人高於女人 在易經文化裡頭 其實所謂的因跟陽 是有各種不同的組合方式 透過這一些組合方式 去談人生跟自然 不斷的生命變化的道理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跟我後面在談的這一些 易文化的民族誌都非常接近 我後面放了很多民族誌去談 就是易文化他們怎麼樣去看文化跟自然 譬如說 新底內亞考論 他們是用已婚跟未婚 來界定文化跟自然 所謂的未婚者是比較接近文化 然後已婚者是比較接近自然 然後所謂的自然跟文化是由人的 生命的不同階段所界定的 而不是一個截然的男人或女人 相對於文化或自然 然後這一個也是新底內亞是Badamini 他們其實是用很多很多的標準 來界定自然跟文化 甚至物本身是有性別的 譬如說 就是他們用很多的標準 來界定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譬如說物品屬於未加工的狀態 就跟男性特質連結 屬於加工過的狀態 就跟女性特質連結 然後他們還用忍樂、長短、軟硬 這一些不同的標準來界定 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所以對於他們而言所謂的性別 是在這一個譬如說東西 那個物不斷轉化的過程中 不斷重新界定 甚至人的成長過程 也會重新去界定他的性別特質 我後面會談一個民族誌 我這裡是打開你們去談說 其實物本身是可以有性別的 然後自然跟文化的關係 可以有多元的可能 然後我後面要談的一個居民民族誌 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民族誌 我後面要談的一個居民民族誌 第一他們對於自然的態度 他們不認為文化高於自然 反而他們認為自然是充滿著創造的可能性 人所有時候都要回到自然 去重新獲得能量才得以再生 這是他們對於自然的看法 然後更有趣的是 他們認為人是在自然跟文化之間 不斷廣返的過程 他們的文化叫做Cora 然後自然叫做Dusa 就是他們這裡是自然 這個是文化 人是在文化到自然 自然到文化的過程 而且女人掌握的男人 能不能夠由文化到自然 由自然到文化的關鍵的角色 這個就要好好解釋一下 他們基本上認為 其實最早的創造力的擁有者 是女性所有 就是他們的神話中 可是男人偷走了女性的創造力 所以男人其實後來 他們的成年裡的過程 都必須要模仿女人的方式 同時具有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才得以成年 那女人扮演的這一些轉化的關鍵 就是當男人死後 從這個俗世之間要回到自然 他必須要再進入女人的身體裡頭 他的靈魂才得以釋放回到自然 這個我真的覺得 就是一個非常精彩的 如果有戲劇系的同學可以去改編的 就是當男人死了之後 他們當地有一種食人的習俗 西方人不懂 就以為他們物資缺乏 不是 男人死了之後 他的屍體會被放到那一個森林 然後在晚上就是森林的邊緣 然後晚上的時候女人就會 默默地去那個男人的 屍體盛放的地方去吃 他們絕對不會吃多 他們就會象徵性地吃 就是吃一些男人的身體 為什麼呢 這個是我這裡所談的 actual cannibalism 為什麼呢 因為真正的創造力的 最早創造力的擁有者 是女性所擁有 所以男人死後 他的身體必須要被女人吃進去之後 透過女人消化的過程 那個男人的靈魂才得以釋放 再重新回到自然 所以這是他們透過食人的過程 其實是要去解放男人的精靈 讓人的靈魂回到自然 那個充滿創造力的場域 然後當男人在自然中 以精靈的方式存在 他要怎麼樣再回到現世呢 他也必須透過女人的身體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 symbolic cannibalism 就是象徵性的食人 他們女人當然就是十幾歲 女孩子十幾歲就嫁到夫家 然後嫁到夫家之後 他會舉行一個女性的成年禮 在女性的成年禮的時候 這個女子要吃 在夫方父系擁有的土地上面 所成長的友代的動物的食物 因為在夫方這個父系的土地上面 所成長的友代的動物 其實就是這個夫方的成員 就是他的先生這一邊的父系成員 精靈所寄生的地方 他們精靈就寄生在那個友代的動物 像袋鼠這一些動物的身上 所以女性透過象徵性的吃這個友代 就是男性的精靈得以透過女性的身體 重新再生到現實世界 然後完成從自然到文化之間的轉化 這個是所謂象徵性的食人 就是在女性的成年禮 他要吃在夫方父系土地上面 所成長的這個友代的動物 還有在這個父系土地的 土地上面的河流裡頭的水 因為這些都是夫方的 父系成員精靈所寄生的地方 他透過這種象徵性的吃 我們講symbolic cannibalism 的過程 得以讓夫方的 他的先生這邊的父系的精靈 得以透過他的身體 得以再生到現實的世界 OK嗎 我非常喜歡這個民族字 一個就是其實生命 就是不斷在自然跟文化之間 不斷往返的過程 然後在這個往返的過程中 其實人必須要透過其他的人 才得以再生 然後在這裡很有趣的就是 男人必須要透過女人的身體 才得以再生 那接下來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一個新幾內亞的民族誌 那因為這個民族誌實在太複雜了 我大概從幾個面向來談 其實他有幾個很重要的面向 第一個就是所謂社會性的人觀 其實我之前有提到 所謂社會性的人觀是 其實人的特質是一個 不斷在交換分享的過程 就是因為物據有人的特質 所以當我們在交換的時候 我們不斷在交換分享彼此的特質 在交換分享的過程中 我重新去確認我的邊界是什麼 因為我身上有你的特質 所以所謂的我其實代表 一組社會關係 社會性的人觀最重要的 一個是強調 人的特質是一個 不斷在實踐的過程中 重新確立 然後一個強調的是 所謂的人的邊界是一組社會關係 而不是皮膚之下這個人叫做我 所以這個社會性的人觀 基本上談的是 Mary Chaucon 是英國的人類學大師 我們今天談到的都是大師級 所以真的都很複雜 其實他在英國有帶過我 然後他寫的一本書 The Gender of Gift 他經常被人家認為是後現代 因為你會看到每一個moment的社會文化 都是一個不斷在轉化在改變的過程 然後可是他告訴我說 他不是一個後現代 因為他就叫我念他書中的中間一個chapter 因為他認為他還是有很清楚的一套 社會文化秩序或邏輯 就是所謂社會性的人觀 只是他要強調的是 這一些人觀或社會關係建構的過程 是一個不斷在改變的過程 然後有一些人可能只是抓到他某一個面向 就認為他就是一個結構的 然後一個後現代一個論述者 可是後現代在英國好像不是那麼的正面 就是他起碼不願意承認他是後現代主義者 他認為他其實很清楚 他的整個研究的重心就是要談 一個在過程中不斷去界定的 自我的認同跟社會關係 所以他談說 就是當地的社會性指的是一個行動主體 知道自己是可以分割的 特定關係會相互取代 一個行動主體知道自己是一個合成的小宇宙 隨著時間集體關係會互相複製 這是他的文本很難理解 那白話一點講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其實人的特質是detachable 的 我們好像很堅持我們人就是一個本質的 固定不變然後我們的執著非常的強 可是在他們的觀念裡頭 其實人的所有的特質都是可以 可以去跟別人從事 不是不能說所有特質 就是人的特質是可以被抽離出來 去從事交換的 這是他談的detachable 就是人是一個可分離的人 然後你在從事交換的過程中 會不斷的去重新界定你自我的特質 然後重新去界定社會關係 這是他所談的社會性的人觀 這個有沒有問題 我等一下如果有時間我講得更細 可是我先把幾個重點講給你們聽 一個是社會性的人觀 然後第二點是他談物是有性別的 其實從我剛剛談的民族字 你們就知道說在星級內 其實物可以是具有性別的 然後在他這個討論裡頭 其實包括在婚姻的交換過程中 譬如說他的主要研究就是哈根跟威魯 這兩個社會 然後在這兩個社會裡頭 婚姻過程中所交換的珠貝殼錢 其實都是具有性別特質的 所以他第二個面向是在談說 其實物是具有性別 所以在不斷的交換過程中 其實人重新再界定 人或者是氏族都重新再界定他的性別特質 然後在這裡他其實很強調 我用哈根的例子來談 他可能在結婚的時候 夫方會送妻方這一邊貝殼 或者是貝殼錢跟珠 然後這一個婚姻過程中的交換物質 其實是建立的 就是他要強調說 女性在婚姻交換過程中 他不是一個被交換的物 反而在交換過程中 這一些交換的物 都是透過女性作為主體加以轉換 所以在婚姻交換過程中 這個夫方跟妻方的交換 其實是與女性作為主體 女性建立的那一些物資被交換的可能性 還有女性開啟的交換關係 建立的一個開始 所以在透過婚姻交換 其實夫方跟妻方這兩邊的 夫系氏族他們開始建立起一個 作為一個交換的整體 去對外從事交換 而且在這裡頭所開啟 就是因為婚姻交換所開啟的 這一些貝殼珠跟錢 這一些物資 其實是他們的小孩子 要去建立領物交換 非常重要的開始 就是第二點 其實這已經有點複雜了 後面還有更複雜的 第二點他要談的是說 其實物是具有性別 然後在交換的過程中 其實人不斷重新去界定他的性別特質 甚至他以他他個人的民族志在談說 其實一般人過去以為婚姻交換 女人是被交換的物不對 女人其實開啟了所有交換的開始 就是兩邊夫系氏族在贈送禮物的過程中 其實女性是作為主體 她提供了雙方的男性 去建立大規模一世性交換的物資跟關係 所以女人反而是一個交換關係的一個 建立的一個主軸跟轉化的開始 這他要強調 其實所謂的文化就是 常常或許我們的文化中 也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人家就以為女人是被交換 可是他反而是透過論述來看到 其實或許同樣的社會現象 可是對於他們而言那個意義 就是女人作為主體 去開啟交換關係的可能性 這有點複雜 害我再想我要不要再談Wilu的情況 到這裡OK嗎 我再簡單一點講 第三點他要談的是 所謂性別是非常多面向的 你可以因為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觀點 而有不同的界定方式 他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當女人從她自己的父系氏族 嫁到她先生父系氏族的時候 在她們的觀念裡頭 其實所謂男性特質是跟父系的關係連結的 所以當女人要離開她的父系氏族 嫁到對方的時候 她其實是抽離出她自己的父系的土地 就是她變成detachable 然後這個特質在她們的觀念之下 是女性的特質 就是她抽離了她原有的父系的土地 可是當她到了夫方的父系的土地上面 開始從事耕作的時候 因為跟土地的連結 只要是跟父系氏族的土地連結 她就具有男性的特質 所以她被抽離出來是女性的特質 可是她又從事工作 這是男性的特質 而且她所從事的工作跟養豬這樣的這一些 就是她在 就是她先生的父系的土地上面 耕作跟養豬 其實提供了她先生跟她的小孩 去從事大規模一次性交換的物質 就是她強調說當她跟這個土地連結的時候 她是具有男性的特質 那更有趣的是她所耕作的 還有她所飼養的豬 她所耕作的所得跟她所飼養的豬 是她的先生跟小孩拿去 從事大規模的一次性交換 交換我們下禮拜會再談 然後在他們的文化中 當男人去從事交換的時候 男人是從她自己的土地上面抽離出來 在這個時候 男人是具有女性特質 她的研究的特色是她在每一個情境之下 或者是透過不同的觀點 都可以重新去界定一個人 所具有的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所以她認為所謂gender是 依情境依觀點而定 這是她第三個很重要的論述 然後因為一般如果沒有掌握她一些基本的論述 大家就會覺得真的是後現代 就是好像看不出那個 好像充滿了可能性 可是她基本上強調 她的社會的邏輯是很清楚的 就是在談一套社會性的人觀 在談人的認同是在實踐過程中 不斷重新去界定 然後性別特質也是 甚至更細一點在每個情境 從不同的觀點都可以重新去界定 這個人的活動是屬於男性或女性的活動 好就是你們只要掌握到 我剛剛所談的這幾個面向就可以 就是所謂社會性的人觀 還有性別是透過交換的過程重新界定 甚至在不同情境透過不同的觀點 可以去界定性別 那我的文章你們可以稍微再消化一下 就是譬如說我剛剛所談的一個女性 抽離出她父系的土地是具有女性特質 可是在她先生的父系土地上面工作 她是具有男性特質 然後男性她當她 用這些女性所生產的物資去從事交換的時候 因為她男性抽離了她的父系的土地 所以這個時候男性是具有女性特質 這個OK嗎 我是去告訴你們說 其實每一個活動 每一個當下其實人所具有的那個特質是不一樣 就是他們基本上認為 跟父系土地的連結是具有男性特質 所以當男性她利用女性生產所得 去從事大規模的儀式性交換 就是抽離出她父系的土地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男性是具有女性特質 然後其實她的研究有趣的地方是 她談跟哈根跟威魯這兩個社會 她基本上認為說 其實在所有的新幾內亞 她剛剛所談的社會性的人觀物 具有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甚至在不同的情境 用不同的觀點來界定 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這是所有新幾內亞社會 都可以去透過這一套邏輯來瞭解 可是她更厲害的地方是 她又很細膩的區分 可是每個社會物所具有的特質的方式 又不一樣 所以就造成了建構出非常不一樣的社會 這個是我剛剛在談的男子附著於土地女性 被抽離出來 然後性別分工其實都有另外一個性的特質 其實她整個這樣的脈絡在談的是 其實人不是只是生物性的男性或女性 人是作為一套關係 你所有的活動背後 都有另外一性的活動的軌跡 所以人在譬如說男人去做交換的時候 其實他是負載著一套關係 就是每一個人的活動背後都是負載著 所謂性別的關係或社會關係 不過我剛剛其實基本上是希望 你們可以掌握這一些很重要很基本的論述 然後其實她透過這樣的論述 她又去區分出 當地又因為物具有人的特質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又發展出所謂Big Man跟Great Man 這兩種很不一樣的社會性質 這個我等一下有空再談 因為我覺得大家有點需要時間消化 到剛剛這裡OK嗎 所以你們在這裡 你們可以掌握到社會性的人觀 掌握到物具有性別 人在交換的過程中 不斷重新去界定性別特質 甚至性別是在不同的情境 透過不同的觀點可以有不同的界定方式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每一個行動者背後都負載著不同性別的活動 或負載著一套社會關係 那個哈根恩威魯的差別 我這裡就先不談 因為我覺得談下去會更困難 如果接下來大家還有興趣我再談 那很重要的是他透過整個 新紫內亞社會性的人觀 是在跟西方的個人主義或經濟理性做對話 就是Mary索森他認為說 在西方的社會之下 個人是具有 就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 個人是具有自由理性的主體 可以經由自己的努力去追尋利益 參與政治或者對法律負責任 因為這樣個人的概念 現代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才得以運作 可是相對而言 其實所謂的社會性的人觀強調的是 人是一套社會關係的負載者 就是你所有的行動背後 其實都帶有另外一個性別的活動的軌跡 都負載著一套社會關係 而且很強調的是 人在那個活動的過程中 重新去界定關係 跟界定自我認同的過程 然後在這樣社會性人觀的發展之下 他們對於經濟理性跟對於權力 會有不同於西方的認定方式 他們的經濟理性是認為說 因為交換物帶有人的特質跟社會關係 所以評估交換物價值的方式 是透過衡量交換雙方的相對能力 判斷物與物之間等值與否的標準 必須視雙方的觀點而定 這樣衡量價值的方式 易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 就是我之前有提過 其實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是社會關係的負債者 所以當你在衡量交換的時候 衡量那個物之間是不是等值與否的時候 會看彼此的能力來做衡量 譬如說你的能力如果是我的20倍 那在交換的時候你必須要付出20 我只要付出1 這是他們所謂的經濟理性 然後他們對於權力的看法 也不是像剛剛恩格斯所談的 是建立在你擁有私有財產 而是建立在你能不能夠 把你自己所擁有的物拿出去 跟更多的人從事交換 建立更多的關係 吸引更多的跟隨者 才得以建立起你的權力 所以他們的權力是不同於 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 擁有私有財產或生產工具 而是在於如何和更多人從事交換 讓更多人分享自己的特質 使自我認同包括更大的社會關係脈絡 就是整個大洋洲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太複雜 你們也不要太挫折 因為他就是一大套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真的是人類學長期 80年代以後累積得非常豐富的民族誌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幾點 你要是可以聽懂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起碼其實很多即使是美國人 英國人在唸的gender of gifts 真的是唸不懂 就他們會看到每一個情境 就是有不同的關係 不同的認同不同的性別 他們就是很難去掌握 中間還是有一個共同的邏輯 那我其實本來還要再講的是 透過這個關係還是 因為物所具有人的特質 包括他是皮膚本身 還是夾在皮膚絲上 能不能抽離出來婚姻交換的脈絡 其實那個裡頭有很多各個社會的差異性 所以會發展出不一樣的社會秩序 那這裡我就先打住 所以你們大概可以掌握社會性的人觀 然後掌握那個性別是物具有性別 在交換的過程中不斷重新界定 界定彼此的性別 然後其實我社會性人觀 我基本上要講的是 他們有不同的經濟理性 他們對於權力 對於權力有不同於西方的界定方式 他不是建立在擁有 而是建立在分享跟交換 然後甚至後來資本主義進入之後 都必須要跟當地的文化邏輯結合 才得以運作 然後我接下來要談的是非洲的民族誌 那個層次沒有這麼多會比較容易理解 那個大杭州民族誌真的是層次非常非常的多 好這裡比較有趣的是 我談幾個民族誌 就是他們基本上連不只是物 連那個宇宙包括空間 包括自然現象都是具有性別的 那這裡我們就來看 其實他們透過這一些 就是性別的這種各種象徵要素的展現具體化 可以去操弄溝通 維繫跟再生產社會秩序跟宇宙知識 那這裡有很多很多抽象的論述 我就先不談 我直接談民族誌 我來談這一個非洲的母系社會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有趣的地方是 他們認為的 日出 就是東方跟西方是有性別 日出日落是有性別 甚至乳 有男人乳跟女人乳 就是男人乳 就是很快很快衝刷所有那一些 土地上的廢棄物 然後女人乳就是慢慢的滋潤土地 他認為所有的宇宙秩序都必須要透過男性特質 女性特質不斷的互補展現才得以再生 那一旦社會有天災人禍 有各種的疾病或收穫不好的時候 他們就會透過儀式來重新去展現一套 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可以互相互補的一套象徵秩序 譬如說 在這個儀式裡頭 他們的儀式執行者會有一個男性一個女性 然後這兩個人合作 他們會去展演各種男性特質跟 他們會輪流去展演各種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的合作 譬如說儀式中有一部分 是他們要拿著代表男性特質的火磚 跟代表女性特質的火爐 去把那個象徵男性特質的生肉 轉化成 就是火磚跟火爐就是火 它具有轉化自然道文化的一種力量 所以在儀式裡頭就有男女合作 去拿著代表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的火磚跟火爐 去轉化那個具有男性特質的生肉成為熟肉的過程 這儀式中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們整個儀式就是透過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不斷的合作互補的過程 重新去確立那一個宇宙秩序的更新 就是他們認為所有的宇宙秩序都必須建立在男性特質 跟女性特質的互補跟合作 然後不斷的確認這樣的過程之後 才可以去消滅那個天災人禍 然後另外一個Tekana 它是一個父系的社會 可是相較於我們上上禮拜所談的父系社會 其實他們很強調整個宇宙就是一個女人的身體 就好像在女人的子宮裡頭去孕育萬事萬物 甚至他們的天神 有時候是具有男性特質 有時候是具有女性特質 所以即使是在一個父系社會 女性所具有的那種孕育生命的力量 去轉化那個自然跟文化的力量 其實是非常被強調的 這是我上上禮拜在談父系的時候 其實我就提到說 那一個民族制它的問題是它完全忽略了 女人在家或者是女性在各種的儀式活動中的重要性 好 那有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精彩的民族制 其實剛剛那個民族制 你們也可以跟我們當代社會做一些連結 你們想一想台灣社會 雖然我們整個每個地方神好像都是王爺 都是男性的神 可是在台灣社會其實要建立那個跨地域的連帶 都是透過女神來建立的 透過媽祖透過觀音 就是女神所具有那種包容力 那種結合的力量 其實在台灣社會一直都非常重要 就我這裡所談的幾個面向 其實你們都可以嘗試去跟我們生命經驗做一些結合 好 為什麼我那麼想講這個民族制 因為它會翻轉一些對於回教社會的刻板印象 Hofriyaki是在蘇丹的一個回教社群 那過去對於回教社會都認為說他們就是重男輕女 可是這個民族制告訴我們說 其實女人反而繁衍的這個文化最重要的價值 就是他們相信內在性 因為女人的子宮或者是女人在加護的活動 其實都是一種內在性的活動 可是它都具有一種 將自然轉化成為文化的力量 就是小孩子在母親的子宮裡頭孕孕 或者是女人在家裡的各種家務的活動 把男人從外帶回來的生肉 或是各式各樣的未能 就是還未主食的東西 透過女人的活動去轉化 成為家人可以去吃貨的營養的食物 其實這一個民族制一個在強調說 其實女人並不像過去所認為的回教社會一樣 就是一般認為回教社會的刻板印象 覺得女人是受到壓抑 其實他們反而很強調 女人所具有那個轉化跟再生的力量 這個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其實它要談的是 女人再現一個文化很重視的一種 繁衍力跟轉化的力量 就是一種對於女人所負載的 內在性價值的強調 然後可是接著 當一個家要不斷的再生產 一個社會要不斷再生產 它一定要開放 就是家一定不可能在家屋裡頭 我兄弟姐妹就完成那個家的繁衍 所以家一定要適度的開放 就是要開始有婚姻 所以不管是在家還是在社會的層面 其實內在性跟外在性 都是一個要不斷辯證的過程 就是你其實要有適度的開放 雖然適度的開放也會帶來危險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譬如說佩戴金飾 或者是有一些儀式來保證那個 內在性跟外在性辯證過程中的一些安全 這是第二點 內在性跟外在性 是一個不斷辯證的過程 第三點我要談的是一個儀式 叫做精靈附身的儀式 這個就是非常精彩的一個儀式 就人類學者在去那個社會說 他常常感受到一種他無法理解的現象 就是晚上可能就突然就是那個裸骨喧天 然後他就趕去那個地方 然後發覺原來是有女生被精靈附身 然後女生被精靈附身之後 因為他可能就會影響他的繁衍力 所以他的先生就必須幫他的老婆 去找一個shaman來治病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治病儀式 當一個女人去做治病儀式 然後旁邊就很多很多的圍觀者 可是有趣的地方是 一堆圍觀者會在那個鑼骨喧天的情境之下 又開始有更多人被不同的精靈所附身 然後就會開始有一些 其實我完全經歷過這個情況 我在馬來西亞一個華人社群做儀式的時候 那個根本就是各個雞同在比賽展演的場域 那個跟台灣人情境很不一樣 那一個情境一開始是女人被精靈所附身 然後他就影響他的繁衍力 所以他的先生必須幫他去找shaman 舉行治病儀式 而在那麼多的女性在共同參與這個治病儀式的時候 就開始有更多的人被附身 然後中間就是鑼骨喧天 然後有各種不斷 你沒有辦法預知的情境出現 所以人類學家就覺得很好奇 然後他就開始去研究這個儀式 他說這個儀式最少被研究是認為說 這個儀式是一個讓女人解放的方式 因為女人平常因為就是 強調內在性要包裹的痕景 然後有很多的限制 然後只有在這個儀式裡頭 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樣大口的喝酒 然後就是非常粗魯的動作 就是最早的研究認為這個儀式 是女人自我解放 就是解放自我的一種方式 可是這個作者 就是文章中提到這個作者 他認為這種解釋實在太簡單了 他認為這個儀式其實複展了更豐富的意涵 所以他就開始去研究到底會被哪些精靈附身 他發覺其實這個儀式裡頭最有趣的是 這一些精靈其實一開始都是他們不認識的 當你被精靈附身舉行治病儀式的時候 那個Saman就要開始先去確認說 到底是什麼精靈附身 然後一個一個確認他開始要去學習 要去認知這個精靈的名字 然後他的特性 然後到底他需要什麼 要跟他去進行溝通對話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長期的累積 其實作者發現 這個儀式是整個社會去跟外在社會 互動一個非常重要的場域 其實女人的身體是一個社會的文本 就是一個社會要去認識外在社會的時候 透過女人的身體透過這一些精靈 來認識外在社會秩序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就當女人被附身之後 他們說Saman要開始去認知這一些外來的精靈 其實所有外來的精靈都代表一個外來的秩序 因為當地其實外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族群 而且他們又受到殖民的統治 然後後來又有很多的各種的官員 資本主義的力量的影響 所以當他們在認識這些精靈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認識這一些外來的殖民統治 國家跟資本主義的代理人的特質是什麼 然後要發展出 怎麼樣跟外來的這一些秩序去溝通協商 甚至這個過程其實有很多的精靈 就代表他們旁邊的族群 所以他們透過這個儀式 其實是在認識一個外來的秩序 然後更重要的是他們想要去發展出 跟這一些外來秩序溝通協商的過程 就精靈其實就是一個外來秩序的代言 譬如說很愛喝可樂的精靈 就代表美國資本家 然後有穿西裝的精靈 就代表著殖民的秩序 甚至很多旁邊的族群他們的愛好 就是這些精靈的愛好 其實代表他們對於外來秩序的認知 然後透過這個過程 他們很主動的要跟外來的秩序去溝通協商 去認知跟溝通協商 所以這個作者認為其實以女人的身體 作為文本 其實是一個外在性跟內在性 不斷對話的過程 然後是這一個社會主動去建立各種溝通協商 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跟機制 然後這裡頭當然還有更多的 就是透過這些被附身的過程 被附身者之間怎麼樣去建立彼此的連帶 甚至夫妻之間怎麼樣去建立彼此的同情的關係 然後整個社會關係也透過這個儀式重新去 就是重新去建立各種新的關係 這個是我很喜歡講的 因為我認為其實在當代社會 不只是儀式 其實很多很多的場合 包括空間 然後包括甚至你們可以 我們可以談當代有各式各樣的儀式 就是我們宗教第一個禮拜要談 其實有各式各樣的 我們可以稱之為儀式的一些平台 就是讓我們可以暫時跳脫社會秩序 重新去經歷不同的社會文化 重新去思考自身 然後讓自己更豐富的這些過程 那我會很重視這個過程 是其實這個過程很重要 就是當社會文化很多的角色去支配 甚至讓人家覺得有點疲累的時候 你怎麼樣跳出來 然後怎麼樣可以 讓你有更多的想像 更多的可能 然後更賦予自己更多的能量 再回到這個秩序是很重要 那我覺得這個儀式就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非常精彩的儀式 那我今天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其實我今天在講性別 然後最後其實反而講到的是 透過性別這個議題 我們怎麼樣重新認識 社會文化秩序 所以說應該有一個安心… 在 rebel邊… 接著… 有一個安心… 點心… 在某點… 對… 由… 對…